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在山西的平遥古城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就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这票号就是当时的一个银行 中国票号博物馆 这个日升昌在以前经营重缆庄 因为这个生意做得非常大 他在南北往来经常帮一些同行和做生意的 收一些钱 于是当时大展卫的旅探就上他的东甲 提出了这个建议开一个这种盈利的机构 后来就开办了这个日升昌 这一开呢,这三星票号就如雨后春水 很多的商户看到这个票号挣钱 就非常开办了这个商号 整个三星的这个票号呢 一共是有这个4多家 基本的都是飞不在这个金融中的平遥,太古还有骑械 这个平遥呢就有22家 在这一处院落两侧呢 它是这个信房和帐房 最前面呢就是大厅,南厅 也就是接待一些大客户的地方 进来南厅之后呢 这个树像它就是这个日升昌的大掌柜 雷吕泰 也是这个票号的一个创始人 在当时这个中国票号呢 它是以这个三星的平遥为中心 然后呢去辐射全国 在当时呢可谓是一纸风行 它一张小小纸片就可以掉进来 万两百银 这是当时来说呢是非常的神奇 好,现在我们穿过这里 接着我后面去看 这里呢是这个大掌柜房 对它呢还有这个二掌柜房 它这个东家呢是负责投资 大掌柜是负责经营 二掌柜是负责协助这个大掌柜 在当时呢这一张小小的汇票呢 它就可以掉进来万两百银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 在这个院落两侧呢 它有这个厨房 还有这个客房 这客房呢也就是一个内部的高级招待所 在当时他们的一些大客户呢 就可以在这个内部的这个地方 可以先休息一下 这个后庭呢 它也就是当时日程商一个 过年过节 一个重要的一个聚餐的场所 宴请客人 它这个票号上面的字呢 都是写的非常的漂亮 都是有专门的师傅 进行这个专门的写 但是呢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模仿它的字体 它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诀窍 哇,它这一处题外呢 也非常的漂亮 非常古朴 在当时经济不发达的时候呢 这个轿车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它这个票号 说写一张证呢 并不是普通纸 它的四个脚呢有这个 日生仓记的一个 像水影一样 在平时呢是看不出来的 还有呢,它在这个写票号手呢 上面都是用的一些它的暗号 你如果不注意 你是很难发现 还有呢,它写票号手呢 都是用的一些暗号 如果你是外人 你是根本不知道 大家看一下这里 它在幼稍写下道 警方假票冒雪 它这呢就是用12个字 就是代表12个月 这里呢 有这个5,6,3,4 也就是30天 所以呢,它不写9月几号 全都是用这个汉字去代写 每一个字呢 都代表一个意思 在写这个票号的时候呢 它还有一张私信 它就是寄来你一个英雄相貌 你一个延天举止 在当时取信用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两张信 都会好好的去审查一遍 如果是一个老客户呢 如果说你摸索了 它的这个暗号规矩 人家也不怕 它是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会换 还有呢 就是它故意写一个错别字 就比如这个网脑机 写成预脑机 你要是模仿它呢 还给它揪动过来 那你这就是错了 所以呢 在当时来说 这个票号所采用的规矩 是非常的严谨 可以说呢 在从票号创立的时期呢 就没有发生过一次误取的状态 这个日程舱呢 它在这个用名方面呢 也是非常独特 它是用了这个良家质地 必须是没有前科的 而且呢 是三年学徒 是没有任何的工资 在这个当学徒的时候呢 这个老板经常会带这个学徒 去一些烟花场所 其实呢 这并不是这个老板去体验你 去你带鞋个脚 他是在考验你 考验这个学徒有没有定力 但是呢 依然通过这个学徒去 政治地称为这个票号的一个伙计 你的辈子呢 就是衣食无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票号 它一个普通伙计呢 就是在这个上买两银子 在当时清朝呢 他一个支县 他一个县令 当时一年的奉路呢 也就是四五两 这一个伙计呢 他就比这个仙台爷 拿的还要多 再后来呢 他很多的大掌柜 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员工呢 他都是有这个深谷的 你像这个雷吕泰 他可以拿到这个两分 下面的伙计呢 有这个几分几厘几毫 他都是有的 你看有的大掌柜 还有掌柜呢 他这个分谷分红呢 可以达到这个上万两 这个上万两是什么概念呢 在当时清朝 这个亲王他的养联盈呢 是一年是一万三 可以说呢 在这个票号里打工 他挣的是比这个王爷还要多 在当时鸦片战争之后呢 这个亲政府需要赔款 他很多音量 是没有办法汇集起来 所以当时呢 雷吕泰就听说这个消息 他说呢 愿意帮朝廷去汇集 当时呢 道光皇帝也没有太在意 你一个小小的票号 竟然有这么大的口气 最后呢 这个活还是让这个雷吕泰给懒了下来 而且呢 是办得非常好 道光皇帝听到之后呢 非常高兴 就感慨到 他真是会通天下呀 谁知道这句话呢 不知道怎么呢 就传到了这个雷吕泰耳中 当时可能雷吕泰也是随后一说 如果皇帝给写下来就好了 可能道光皇帝呢 也是真高兴 这句话传到他耳中呢 他不但没有生气 反正呢 给这个日程商写了 会通天下 这块匾呢 现在就挂在这个日程商上 他这块匾呢 有一个特点 会通天下 他后面呢 没有这个皇帝的落款 如果是皇帝呢 他在这个中间呢 还会盖一个章 但是他没有 因为毕竟是给一个 名音的票号所写 所以呢 这块匾的价值呢 也非常高 和其他道光所写的一些匾 是不一样的 有了这块匾的中呢 这个日程商就变得不一样 它是承卖过皇差 非常的了不得 因为呢 他这里是在施工 严格来说呢 他这里已经是在 这个卫太后的一个地方 他的出口呢 是在这里 他这两处院子呢 都差不多 都是有这个厨房 吸引房和帐房 这里呢 是他一个中厅 是接待客户 谈大生意的一个地方 票号呢 是非常有钱 这么重要的一个场所呢 在以前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装修非常豪华的 一个地方 这里呢 是贵房 也就是当时 对外营业的一个地方 这里呢 是他这里的一个金库 哇 他这些金库呢 都是一个地下金库 非常深啊 这一顺呢 还有这个银两 这里是票号的一些文件往来 我们今天呢 是把这个日升舱 和这个卫太后 作为一个视频去讲解 去聊了一些 他一些关于票号的一些问题 这个卫太后呢 就是当时日升舱二掌位 他离开日升舱 他所开的中国第二个票号 这个二掌位呢 他是叫毛红会 他是在这个平遥这个县城的街上 连开了五家 也就是位置五连号 与这个日升舱进行抗衡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聊的一个日升舱 中国票号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